这是一种名为金鲨的鲨鱼品种 它的鱼鳍都被割下 可能早已被我们吞进肚子了 2010年一群香港潜水爱好者到菲律宾潜水 发现这只躺在岸边奄奄一息的小金鲨 与其被割下的它只能在岸边等死 最近网络再次流传这消息 引起社会关注人类残忍捕杀海洋动物的行为 在我们的印象中 鲨鱼是长暴的海洋生物 事实上人类对鲨鱼的威胁高出了百万倍 根据美国鱼类学家统计 2013年全世界鲨鱼攻击人类的案例有72宗 10人死亡 而全球人类捕杀鲨鱼的数量 一年大约有2600到7300万只 根据野生动物贸易监测网络报告 大马进口鱼翅和出口鱼翅可谓是名列前茅 2000年至2009年 大马进口6896吨鱼翅排在第四 出口2124吨鱼翅排在第七 这些鱼翅就出现在华人宴会上 一碗一碗的鱼翅羹被视为是不可缺少的喜庆气派食物 可是在凸显身份高贵的鱼翅背后 竟然要付出血淋淋的代价 但为了保护鲨鱼 全球展开了I'm finished with fins 我不斥了 全民运动 让全世界知道鲨鱼在海洋的重要性 面对人类的屠刀 这些面临绝种的最古老海洋掠食者 是否还有未来呢 通常渔民在捕获鲨鱼后 只为了鱼鳍 割下鱼鳍后就把鲨鱼丢回海里 而没有了鱼鳍的鲨鱼 根本没办法游泳 如果今天你是一只鲨鱼 手甲被无情的夺去 无人理会 无法动弹 接下来唯一能做的 就是等待死亡的来临